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台南市东区崇明国中赤资近5000万元兴建的新游泳池落成启用,他们不读想,日后也将协助临近小学学生勇训。 8日开幕仪式上,市议员曾顺良透露争取这座游泳池的过程密新,他说,当时教育局长市正邦阵,中央挑选三线市要补助各社一座泳池, 政局长竟然不要,崇明国中持续争取,也找上他帮忙,他在议会质询,赖清德市长觉得有理,才同意提拨配合款,与中央合建这座新泳池。 崇明国中这座室内温水游泳池完工后,公开招标委外营运,泰格公司取得五年加一年的营运契约时间,委外业者必须以学校教学为主,对外营业为辅。 台南市教育局,体育出说,六年后,校方需在重新招标甄选委外营运单位,教育局副局长陈宪明说,崇明游泳池占地1655平方公尺,有7到25米长水道, 泰格公司自费480万元投资SPA水疗池、烤箱、征济池等设备,力求完善服务学生与市民。 崇明国中校长王洪宝说,以往东区大同国小学生必须越区到南区大城国中泳池学游泳。 崇明国中有这座新泳池后,日后附近的崇明、大同、德高、崇学等小学可协调安排到崇明国中新泳池来上游泳课, 9月起正式开办学校游泳课程,也会提供附近黎民门票折扣架。